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为了本场比赛胜利的最大功臣 但他们最近两场比赛中连续在最后时刻击败对手功劳绝部 仅仅属于库兹马一人 其中德拉蒙德在最近的两场比赛中终于打出了自己该有的水平 在上场比赛中狂揽16分18篮板几乎一人统治了内线 不过本场比赛的德拉蒙德更加高效 出战20一分钟的时间 三杰便拿下20分10篮板 并且还送出了一次盖帽 全场正负值高居第一 而除去德拉蒙德之外 塔克的表现也非常值得一提 不仅在上场比赛中贡献准绝杀 本场比赛再次送出23分10主攻 一人撑起了胡人的后卫线 显然 这名小将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相比在数据方面 更加出色的德拉蒙德和塔克 马修斯则是不引人注意 不过主教练却看在眼里 沃格尔在赛后 胜赞马修斯 撑起打出了现象级的表现 后者上场比赛 最后时刻完成古篮 将比赛拖进家世 而在本场比赛中 面对奥利尼克 送出致命抢断 最终帮助胡人 拿下本场比赛胜利 马修斯在最近的两场比赛中 数据并不能 体现他的作用 而最重要的是 沃格尔本场比赛 终于找到了德拉蒙德 和哈雷尔的使用方法 常规时间 德拉蒙德在场上 打出了非常不错的表现 但沃格尔 却选择在第四节关键时刻 雪藏装神 哈雷尔在末节狂侃八分成 为了本场比赛胜利功臣之一 似乎两人的使用 终于有了答案 装神在常规时刻作用 完全可以替代哈雷尔 不过在关键时刻 哈雷尔的体现出来的硬气 却很难在装神身上看到 因此 常规时刻使用装神 最后时刻把哈雷尔留在场上搭配浓煤 或许 才是最好的选择 5月14日 施罗德在个人IG上晒照并写道 我回来了 胡人目前40胜30负西部第七 他们要升至西部 第六除了余下两场要全胜 还需要独行侠与开拓者两战全败 这种概率 微乎其微 所以胡人已经做好 打附加赛的准备了 勒布朗 施罗德 AT三聚合体 加上角色球员们的 崛起合聚附加赛 文言小白 and 他走了 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 老板